我不是为了任何人回来的 我是为了任何人 怎么证明人回来的 我是有我的目的的 柬埔寨小六自爆回国另有目的 落地下门后直播呼吁停止网报 网友集体道歉对不起 柬埔寨小六终于回国了 作为全网最有争议的网红 柬埔寨小六的真实身份一直都是个名 尤其是在与反诈老陈连麦时 亲口承认自己就是张海娇 一时激起千层浪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柬埔寨小六一直表示自己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甚至多次表示愿意回国自证清白 只是一直都没有付出行动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可近日他却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并成功落地厦门高崎机场 现在正在福建厦门的酒店中隔离 IP地址也已经显示在福建 很多不信邪的网友纷纷涌入他的直播间 对于之前对他的误解和谩骂 集体表示道歉称对不起 有人给我道歉 那个小迷门是第一个给我道歉的 不用不用不用给我道歉 点按关注就行了 这个毕竟给孩子骂成这样事的 而且我也付出了经济啊 精神啊都付出了挺大代价上 不过也有黑粉依旧不信邪 还在评论区喊话 让小六准备好落地四件套 落地四件套你等着吧 你且等吧 不可能的 我们遵纪说法好少年 这次回国 小六不仅仅是为了自证清白 也有他自己的目的 你们知道吗 网报死了很多人 平直网报 就是你们看着我的心态很好 其实不然 我的心也在尖 砧板上在尖啊 你们不要像这样子搞三个月的时间 极尽难听 极尽低俗 对女孩的那种侮辱 我在阳台上喝酒的时候 还有人在评论区说 我要是你我就动作 还在不停地去加压 这种时候 你们再把一个生命往下 有可能 你把人逼死了 柬埔寨小六落地后 立马就开启了直播 回顾这三个月以来 他所遭受的网报 声音一度哽咽 更是呼吁网友停止网报 称自己在机场 呼得跟死狗似的 在阳台差点就跳下去 更过分的是 还有黑粉直接找到了他的妹妹 用妹妹的人身安全做威胁 他看到后一度崩溃 甚至想要轻声结束自己的生命 本来自己只是在短视频平台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 可没想到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次回国 一方面是想要向那些不相信他的网友们 证明自己的清白 另一方面就是想要回家看看自己的家人 这么多年没回过家 说不想念是假的 尤其是在经过黑粉的威胁后 他深刻地意识到家人的重要性 希望这次旅程能够将家人安顿好 不想让他们再经历这样的黑暗时刻 不管怎么样 小六现在已经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深圳不怕影子鞋 相信这一次一定能够还原事情的真相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